中乌领导人通话虽然乌方也乐见 但是欧美阵营普遍带着怀疑的眼光 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 中国主动接触乌克兰需要为几天钱 中国驻发大使卢沙也矮化乌克兰的争议发言减损 同时谋取参与战后安排 有专家担忧中国持续深化与俄关系 想当和事佬无法说服外界 北约秘书长也强调中乌对话是好事 但无法改变中国从未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事实 相会观察中国的后续动作 欧美阵营普遍看淡习则通话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专家指出 中方主动接触乌方 是为了中国驻发大使卢沙也 日前矮化乌克兰的争议发言减损 同时谋取参与战后安排 乌尔开战后 习近平不但与普遍会面 也通话至少五次 但直到这周 才与泽伦斯基首次通话 时间点和动机都引发质疑 俄方虽然表态乐见中乌对话 但调调中俄从来没有提到 要恢复乌克兰1991年国界 对克里米亚和乌东 仍然不松手 北约秘书长表示要观察中方后续动作 才能评估中方的诚意 中国外长秦刚会见中亚外长时 强调习则通话 展现中国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 但新加坡专家担忧 中国深化与俄关系 想当何事佬 无法说服外界 对话总是好过对战 但能否为持久和平 迈出有意义的第一步 各界持续观望 张立德明依